大家好 歡迎收看 政經最前線 無碼看中國 我是主持人張宏林 最近美中關係的大戰一直不斷地延燒 我想這件事情看起來 一直到美國的11月的選舉之前 我想這個熱度只會一直增加 不會減少 當然同樣中國也有內部的 許多的一些壓力正在攪動 在台灣的部分一直也是在牽絆其中 我們過去看到這個 哈佛的這個榮譽博碩 傅高義 曾經也提醒過說 這個如果台灣或者是在這個地方 大家不相對應做一些節制的話 都有可能會產生 非常嚴重性的這些衝突 到底這個是這個有點危言聳聽 或者是這個真的是一個非常深切的 一個提醒 我想今天這個議題 我們值得持續來關注 我們今天非常開心 我們是用連線的方式 邀請遠在美國的 我們的這個沒有共產黨 才有新中國建民論推牆的 吳建民老師 觀眾們好 主持人好 台灣朋友們好 是 我想老師 我很多人對您都不陌生 特別在關注中國議題的朋友 因為我自己也還滿喜歡 在您的這個論調裡面 非常非常精闢的 對於這些中國相對應的一些問題 提出討論 當然在這過程當中 就回到剛剛一開始開場 所提的一個問題 副高議題的部分 以老師自己您在美國 這個就近的一些觀察 這到底是一個危言聳聽 還是您過去的研究裡面 這的確有可能會升溫 老師怎麼看待呢 對於副高議這個人的這個高論 我個人是完全不認同的 因為副高議他實際上講的話 他是幫助中共來嚇唬台灣 可以講大家都知道 中共他對台灣每次當他嗓門很大 把這個板子高高舉起的時候 他實際上他對台灣就是對台灣的一種恐嚇 他要恐嚇台灣民眾 他要讓所有人感覺到 讓台灣整個台灣的所有的商人也好 政治領袖們也好 台灣的普通平民也好 他總是要給你製造一種緊張的氣氛 就認為中共馬上要在台灣開戰 當中共走投無路的時候 就會選擇跟你們台海開戰 然後拿台灣來祭旗 這是很多人都認為 中共走投無路狗急調強 他可能就會攻擊台灣 武統台灣這一步 那副高議是什麼人呢 副高議可以講 自認為自己是中國通 而我們一定要有這麼一個定義 所謂美國的中國通 實際上都是中共通 他並不通中國人民 他指通的是中共的專制政權 傅高議是為鄧小平寫傳記的 這麼一個所謂哈佛的教授 他研究中國的歷史就是研究中共 他怎麼樣通過專制統治制度 怎麼樣去統治人民 他們所發展的所謂中美之間的友誼 實際上就是發展中共和美國之間的 他們雙方的一種經貿關係 大家都知道中共和美國就是我們中國 現在中國大陸所實行的這個政治制度 和美國是根本區別的政治制度 當兩個不同的政治制度 他們彼此之間有經濟交融的時候 這個沒什麼問題 但是當他們由於政治制度和政治架構 尤其是民主制度完全不一致的時候 在同樣的問題上面 肯定他們的這個看法是天差地別的 比方說美國現在就是大力的扶持臺灣 美國為什麼要扶持臺灣 第一美國已經認定臺灣是自由 是臺灣是自由民主的一盞燈塔 這個燈塔既然能照亮兩千三百萬臺灣人民 也一定可以照亮十四億中國人民 所以說在這種情況下 傅高義他講的這個話 叫做威嚴爽聽 他不過是幫助中共 幫助中共洗地 幫助中共來嚇唬臺灣人民 同時是什麼 同時是影響美國 美國這個共和黨和民主黨的高層 他們的決策 因為美國民主黨和共和黨 他們在對待中國問題上面 他們本身 大家都有一致的方面 和不同的方面 所謂一致的方面 是他們都共同認同 中共是邪惡的 中國他對美國是有了極大的危害性 因此無論是中共這麼多年 對美國的什麼盜竊知識產權啊 強制技術轉讓啊 然後跟美國的貿易不平衡啊 這一方面呢 它僅僅是我們所看到的貿易經濟這方面 更重要的是什麼 是這麼四十年來 中共它大量的滲透了美國 滲透到美國的方方面面 無論是從它的政治高層 還是它的這個新聞媒體界 文化娛樂圈 還是它的教育界 以及現在中共有大量的軍官 我不都看到嗎 美國最近集中抓捕了 大量的中共的軍方人士 他們都是屬於用簽證欺詐 隱瞞美國 他們的軍人身份 然後進入了美國 他們進入美國 你絕對不要認為 他們是學者專家 到美國去學習的 學習不過是他們的一個掩護 他們在學習之外 他們到美國除了要盜竊 別人的先進的科學技術之外 同時他們要對美國進行滲透 滲透他們的紅色的意識形態的思維 所以說對富高一講的這個話 我個人認為富高一講的話 沒有參考價值 他不過是幫助中共 來嚇唬台灣人民 台灣人民要認清 美國有相當一批政客 這些政客他們講的話 不代表美國人的立場 他們代表的是中共的立場 他們不過是一個白皮膚 但是他們仍然是幫助中共的 一顆紅心 回到我們這個 剛剛建民老師所提到的部分 我想值得我們來做一些觀察 當然也延伸到 我們剛剛提到11月的這些選舉 大家就會想說原來很有趣是 本來我們認為這個川普當選 可能相較起來 對於我們這個台灣 政府會比較不友善 可是沒想到後來也因為 不管任何的一些 他選情的原因 或整個國際的趨勢 他又趨向嚴謹 然後啟動了所謂的中美的大戰 當然有人說他玩假的 但有人說這個拜登當選之後 可能對台灣才是威脅 或者反而對台灣再有利 我不知道這些論述 我不知道建民老師 你自己怎麼看待呢 我明確地可以這樣講 川普總統他的當選 對台灣是非常有利的 因為你要看到整個川普總統 他這一切內閣 我們可以理解為叫做鷹派內閣 所謂這個鷹派內閣 也就是他們對待中國是鷹派 但是他們對於台灣是友好派 所有川普總統他的內閣的成員 基本上來講都把強調台灣要 就是美國要守護台灣的價值 美國要和台灣建立 恢復他們的盟友關係 美國希望就是希望美國能夠在保護台灣的時候 首先保護台灣它的民主制度 那麼我們最典型的例子你可以看 這一次就是我們所經歷的中國武漢肺炎 所爆發的這個新冠疫情 新冠疫情爆發以後 仍然台灣像當年SARS一樣 中共是完全排擠台灣 而且這次中共比上一次要變本加厲的多 這因為這次世衛組織這個譚德賽 基本上完全是被中共操控的 所以說世衛組織和中共就是中國大陸 他們完全是孤立打擊和邊緣化台灣 也就是台灣根本沒有機會 從中國大陸和這個世衛組織得到有效的 各種國際衛生組織對台灣抗疫防疫指導性的材料 那麼台灣呢 它已經吸取了當年SARS的時候慘痛的教訓 這一次我覺得台灣政府做得非常好 也就是說不靠任何人 就靠我們2300萬台灣人民 就靠我們台灣保党 靠我們自己的力量 我們要動過整個這個瘟疫疫情 那麼事事大家已經放在面前 目前半年過去了 全球可以講 每個國家尤其是西方八達國家各個受到波及 美國損失最慘重 美國現在無論是感染人數還是死亡人數 都在全球居於第一 但是台灣交上了非常好的搭卷 也就是台灣不但做到自己自保 台灣在保證自己自保的同時 台灣輸送了大量的醫療物資 包括口罩啊等相當的一批這個防護用品呢 送給了歐洲送給了美國送給了西方 這些對台灣友好的國家 所以說台灣這一次無論是自己抗抗疫防疫的成功 還是他通過口罩外交的成功 都大大的提升了台灣的國際上的知名度 和在國際上面讓很多國家對台灣重新認識的這麼一個高度 因為過去中共大陸他一直是排擠台灣嘛 中共他跟西方發達國家無論是美國還是歐洲 他都有強大的貿易地位貿易額 他利用他強大的經濟他的市場 他自己本身他可以講是一種霸權 他呢就是對台灣來講是漠視 而且呢他在各個場合尤其是國際場合不斷地打擊打壓台灣 過去美國呢可以講在拜登和奧巴馬這個他們的這個任期裡面 他們對這種中共的這種欺壓台灣的這種霸凌行為呢 他們可以講叫做叫聽知認知或者是裝蒙作啞 拜登作為在奧巴馬任職期間的副總統 他對台灣沒有做過任何友善的事情 你怎麼能認為他現在當選總統以後 他對台灣就突然友善了呢 可以這樣講的話 拜登他從他過去他曾經執政和奧巴馬執政的整個這個任期 就可以看出整個奧巴馬也好拜登也好民主黨 他們在執政期間他們對台灣是一種漠視的 而美國現在是什麼情況 第一個川普總統除了跟蔡英文 直接通話之外 對台灣的這個軍售 美國大大提升了台灣軍售的水平 讓台灣現在擁有的這種防空 防止大陸對台灣武統的各種武器 台灣的軍事實力大大提高 同時最重要你要看到 美國現在跟中國是在南海發生了這個叫做可以講很大的爭執 過去呢美國呢是曾經強調過叫做在南海呢 美國不設立場也就是知道奧巴馬他擔任總統這一屆 美國政府都是在南海上面呢對中共在南海的什麼製造人工島呢各種霸凌行為呢一直是叫裝龍作啞的就隨著中共怎麼去搞 所以說儘管中共國家主席習近平他在訪問美國親口答應奧巴馬 絕對南海不會軍事化親口答應這句話之後他回去以後就大量的去製造各種人工島礁 然後在南海呢進行霸凌進行對其他國家的軍事威脅 那麼美國過去呢沒有就是跟中國呢就是很認真這是因為美國前朝政府也就是奧巴馬和拜登他們所領導的這些人政府呢 他們對美對中共的這種行為呢他們給予了一種就說就說是聽之認知 但是川普總統就不一樣川普總統在本屆內閣發展到今年 那麼今年大家都知道今年的情況特別特殊 因為首先是美國這個迎來了最最厲害的就是對美國的瘟疫的對美國的這個沉重打擊 這個瘟疫對美國造成的這個打擊 除了美國感染人數最多死亡人數最多之外美國的經濟呢大大的削弱 美國的股市熔斷四次美國有幾千萬人下崗 所以說經濟的大幅滑坡呢就導致了川普他在競選上面來講的話 他獲得的這個選民支持率呢就在下降 所以說最近我們可以看到很多民調呢對川普呢不是很有利 當然了美國的民調你不要去看他最終是沒有最終的結果是靠實力說話的 上一屆民調的時候那希拉里完全是一編倒 但最終還是川普當選了 那麼我們不好話講扯遠就講南海台海的問題 南海現在美國已經表達了激烈的這個立場 就是絕對不允許中共在南海霸凌 為什麼美國要這麼去做 他來源於兩個方面 一個方面跟台灣有關一個方面跟伊朗有關 也就是中共呢他跟伊朗簽訂了一個所謂25年的這個合作協議 然後呢大量的從伊朗呢購買伊朗的石油 然後幫助伊朗呢發展伊朗的基礎建設就包括他的機場啊 碼頭啊他的高鐵啊包括他的這個整個這個國家城市裡面的各種高樓大廈的基礎建設 然後伊朗呢就用石油來換 這個是出到了美國的痛點的 大家都知道川普總統對伊朗是給予嚴厲制裁和打擊的 不允許伊朗一定有運出來 如果說是現在中國跟伊朗簽訂了這個25年協議 就意味著伊朗大量的遊船可以通過這個南海的這個通道 就把它運輸到中國了 所以說美國現在跟中國在南海發生爭端 他主要就是控制你中國 你沒有資格隨隨便便把伊朗的遊因為我們是禁運的 禁運的遊聯合國有過決議的也就是一定有不可以離開伊朗 這是呢南海爆發這個激烈軍事爭端的其中一個原因 第二個原因就是跟台灣一關 也就是美國大力的扶持台灣以後 希望台灣能夠加入整個保衛自己家園 保衛自己台海安全的整個這個南海區域 就是周邊國家大家都加入這個和平擁有 國際黃金水稻 大家每一個人都遵守國際海洋法的規範 不允許中國在這條南海的這個航線上面 可以呢就是無法無天 所以說呢美國呢他提振台灣的這個地位 也實際上就是什麼警告中國 你對台灣呢不要輕舉妄動 因為美國絕對不會做事你侵略台灣而不管 不要去跟美國人扯什麼台灣是你的領土 現在美國跟台灣之間有關係 如果是參議員們通過的這個議案最終能夠授權總統 在台灣受到中共武力攻擊的時候 美軍在第一時間可以參戰的話 這個議案如果通過的話 那麼中共要想隨隨便便攻打台灣 這種可能性幾乎是沒有的 因為他跟國軍打 中共可能他有幾分勝算 他覺得他憑人憑那麼大的國家 憑那麼大的中國大陸的實力 他來去以強這個凌弱 中共他可能還有這種想法 但是他跟美軍打 他沒有絲毫勝算的可能 可以這樣講 也就是說美國現在對台灣的保護 你可以看出他都誕生在川普總統這節內閣 因此只有川普勝任 川普連任 才可能更加的保衛台灣的安全 保衛台灣的經濟的正常健康的發展 而你要是指望拜登的話 可以講回到歐巴馬和拜登那個時期 那麼台灣他的國際地位 是要比現在要被矮化很多的 是 所以老師 如果以您剛剛的這個說明來講 你自己是認為說 當然第一個部分很清楚的就告訴大家 事實上川普繼續連任 對台灣還是較為友善 還是會做比較多對於台灣的幫助 另外一個部分是從趨勢 你們自己來看 川普連任的機會 在您的看來還是會比較大的 對 因為川普這個 他在整個執政的這一任 川普應該講從他來競選的那一天 他受到的攻擊就非常多 這主要就在於什麼 第一 民主黨本身跟共和黨要競爭 那麼民主黨否定川普 這個我們大家都在情理之中 那麼共和黨呢 絕大部分的共和黨建制派的人呢 看不起川普 因為人家認為川普 你就是個蓋房子的開發商 你這個一個商人 你又不懂政治 你來湊什麼熱鬧啊 所以說呢就是建制派的大佬 也看不上川普 這就包括這個原來的這個布什總統的家族 你看老布什小布什 兩個人在近30年之內 兩個人分別都擔任過美國總統 他們在共和黨之內是影響力很大的 有相當的支持者 也就是他們帶動的整個共和黨的建制派 對川普基本上也是否定的 但是沒想到人家川普最終就是競選成功了 而且川普就任以來 川普的步驟 你可以看到 川普雖然我們講他是商人 但是對於川普要製造美國再次偉大 川普能夠兌現他的諾言 作為一個商人遵守契約 沒有什麼不好 川普他競選的諾言基本都兌現了 他他創造了美國在他自己執政前三年 創造了美國最高的這個就業率 就是最低的失業率 創造了美國股市最高的標準 創造了美國最好的經濟指標 同時他也在跟中共 由於跟中共在打中美貿易戰的過程中 中共一再一二再再二三的耍無呢 最後川普就直接給中共加了很多稅 川普講他光給中共加的稅 就可以彌補很多 中共這麼多年來給美國造成的貿易不平衡 拿走的美國的貿易密殺 所以說你可以看出 川普他連任的話 他的這個連任的這個機會是非常大的 因為他畢竟是在任總統 他現在做的任何事情都是推動他自己的連任 川普只要經濟向好 他就一定能夠連任 而他的經濟向好在哪裡 我們剛才講到的南海緊張 其實南海緊張有另外一層因素 什麼因素 就是什麼 因為在南海緊張 大家有的人認為南海緊張 是不是中共和美軍馬上就打起來了 共軍和美軍在南海交往會怎麼樣的情況 可以講共軍沒有跟美軍交往的實力 美軍也絕對不會在南海 隨隨便便呢就對共軍呢就發起軍事進攻了 因為美國從目前來講不會隨隨便便去攻打熱戰 但是整個南海情形的緊張 他會導致一個什麼什麼狀態 就是大量的媒體啊 他們覺得南海不安全 覺得中國不安全 覺得香港不安全 覺得台海形勢和南海形勢都很緊張 那麼緊張商人會怎麼做 逃離是非之地嘛 所有感覺到自己的財產不安全 自己的這個企業經營不安全 那麼就是會把企業都遷回美國嘛 那麼遷回美國會給美國帶來什麼 帶來美國的就業嘛 帶來美國的稅收的增加嘛 帶來美國市場的繁榮嘛 這樣的話就是川普提振美國的經濟以後 你覺得老百姓會不選一個讓自己多掙錢的總統嗎 所以說呢我告訴你啊 這個整個這個美國 它是有一整套組合權 有一整套步驟的 絕對不要認為這是哪一個政治家 哪一個領袖的心血來潮 美國的問題可以講在整個亞洲的佈局 無論是台灣還是現在南海 它都跟中國大陸所有出台的 所有的這個政策都是息息相關的 這個當然影響很大 其實之前我們也有來賓有提到過 很多評論的報導也提到說 中國目前面臨到的是從六四天安門之後 大概對於反中 反共 反中共的部分是一個歷史另外一個高峰 因為這樣的轉變 我倒滿好奇是不是看起來包含美國 民眾對於中共或這個共產黨 這樣的部分 真的整個氛圍上開始有改變了 所以看起來對於反中共 不要說台灣過去我們在做這件事情的 一些關注 看起來美國好像也不會走回頭路了 可以這麼說嗎 因為美國可以講在中共這個問題上 已經交了70多年的續費 尤其是改革開放這40年 也就是中美建交這麼40年 因為中美建交當時的政治形勢呢 美國是要拉攏中國的一起制約蘇聯 希望能夠解體蘇聯 所以冷戰呢最終呢以美國的勝利 以蘇聯的解體 蘇東共產主義崩潰 土崩瓦解為最終的結果 當時呢美國呢總認為就是中國呢 他會在美國和他友好的這個融合下 因為到蘇東整個崩潰的時候 中美之間已經走過了十幾年建交以後的 友好的這麼一個就是盟友關係 那麼在這種情況下 當時美國認為呢 中國只要把經濟發達 只要把中產做大 只要中國的經濟達到一個等量級 那麼他們期待著中國會產生像台灣 和南韓這樣的變化 因為美國就認為他們過去的幾個盟友 包括南韓包括台灣 通通是在整個他的島內 他自己整個南韓他的經濟 達到一個等量級的時候 這個國家裡面的民主就自然就砰發了 所以說呢 克林頓之所以願意把中國拉京WTO 說服了所有美國的國會議員和政治領袖們 同意取消這個優惠國待遇和中國的人權掛鉤 讓他們都同意這麼去做 就是縱容中國進入WTO以後 目的就是把中國拉到世界舞臺 讓中國到世界這個市場上面 充分地利用它人口的優勢 資源的優勢 市場的優勢 把中國的這個GDP搞上去 把中國經濟做大 當中國的中產做到足夠大的時候 他認為民主的發生是一種順理成章的 因為人們有了很好的這個物質條件以後 自然會追求精神上的這個尊嚴 做人尊嚴和精神上的這個追求嘛 這個是常理 這在正常人的思維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但是你碰到中國大陸 碰到中國共產黨這樣的專制政權 碰到中國這個被奴役的幾乎沒有是非 根本不用大佬去思考的中國的這些普通老百姓來講的話 美國的他們的這個善良的願望完全是成功了 這就是蓬佩奧這個總結的 就是說我們幾十年來對中國所走的政治路線 證明我們是失敗的 也就是不可能期待著讓他們的經濟發達以後 他們就會愛好民主了 相反的是他們經濟現在發達了 他們已經全球GDP第二 中國已經很有錢了 習近平每年全球要送出去就要送出去幾百幾千億啊 他們很有錢啊 但是他們為什麼沒有變化 原來是他們的中產階級都是跟權貴去勾結了 在中國的中產 你只要是能夠想升官發財 想給你自己增加財富 你一定要跟專制政權去勾兌的 你在沒有跟專制權貴有勾兌的基礎上 你是不可能就是發到財 不可能成為什麼中產的 這就變成了中產要維護他們自己的利益 就必然要維護專制政權 也就是美國反而反其道而行之了 幫助了中國不但沒有把中國變成了朋友 相反中國這麼幾十年不斷地滲透美國以後 中共反過來要演變美國了 這就是蓬佩奧在7月23號在加州尼克松圖書館 講了這麼非常重要的兩句話 就是要么自由世界去改變中國 要么讓中國來改變我們自由世界 很簡單就是要么共產黨消滅我們 要么我們就要產出共產黨 實際上就是這麼一個表達 就是這麼一個態度 所以說美國今天已經完全認識到 中共它今天已經是自由世界的敵人 這是蓬佩奧它整個在歐洲 包括它所有美國的盟友 他們牢牢樹立的現在的一個基本路線 而這個基本路線得到美國兩黨的認可 這絕不是川普本屆內閣的認可 我可以這樣講 今年如果是川普沒有得到連任 民主黨是拜登來擔任總統 那麼拜登也很難改變 現在美國整個這個國家 對中共它這個敵視 以及對中共對中共打擊的政策 可以這樣講 關閉休斯頓總領事館 它實際上就是再明顯不過的信號 因為美國關閉休斯頓總領事館 是明確定義為休斯頓總領事館 是一個間諜中心 你覺得一個國家的大使館 被另外一個國家已經定為間諜中心 還有什麼就是給它這種評價更惡劣的嗎 對不對 你既然是間諜 我還能不把你趕走吧 而且川普總統已經講過了 絕不只關一個 現在後面要關哪一個 什麼時候關 美國還在評估 不是講說美國不能關 美國一口氣可以把中國的外交官全趕走 無論今年是誰接任美國總統 對中共的這個打擊的 這個總體的方向不會變 看起來美國更重要的部分是整體 老師剛剛講到一個重點 不管誰當選對於中共的顧忌 對於中共肆無忌憚 想要來破壞整個美國自己的 威脅到他們的安全 那形塑成他們未來是一個 所謂的敵對的一個政權來講 這種趨勢可能慢慢也會內化到民眾的感覺 一旦這樣走 真的會朝向不可逆 當然我們還是希望 中國從內部自己開始來做改變 我不知道這個是不是大家 就是老師您自己在看待 真的嗎 有機會在這種轉變裡面 你認為中國真的 你自己認為包含在時間 在怎樣的條件下 中國真的有機會放棄共產主義 然後真的開始實現民主 你覺得有這樣的可能嗎 我認為呢 就是蓬佩奧先生呢 他這一次在這個尼克宗圖書館講話的時候 他那麼堅定的表達了 就是要麼這個中共 他呢 就是要麼我們去改變中國 改變中共 要麼就是我們會被中共來改變我們 那麼顯然蓬佩奧號召的全球的盟友 就是要求大家改變中國 那麼大家都知道改變中共 實際上就是要改變中共在中國的 這個專制統治 不會讓共產黨他一黨獨裁 然後在中國已經統治了70年 因為蓬佩奧已經很清楚 把中國人民和中國共產黨做了嚴格的區分 也就是中國不應該有共產黨 他一黨獨裁一直做專制統治下去 那麼很多人有這個擔心 就是中國已經被共產黨 已經在中國大陸統治了70年 那麼70年以後如果共產黨不存在了 中國會不會造成一種混亂的政治局面 因為歷史上中國這種情況的出現都有很多先例 就說明中國它這個是大亂 就包括當年這個所謂軍閥混戰 所謂國共內戰 所謂日本入侵 就是說很多人會把當年中國產生的政治變化 產生的各種因素 把它等於說聯想到 如果中國現在共產黨不執政了 那中國會是一個什麼混亂的局面 蓬佩奧從來沒擔心過 為什麼蓬佩奧不擔心 因為美國唯一主的國家 他如果一定要解體你中共 那麼中共解體以後 在中國將會誕生什麼樣的民主制度呢 我覺得是有兩個可能性 第一個可能性就是現成的中華民國 就是現成的台灣的民主體制 也就是把整個台灣 它完全可以讓中華民國回歸中國 也就是變成了中華民國光復大陸 也就是中華民國因為從法統上來講 毫無疑問來講 它是最具備這個 對全球來講代表中國的法統性的 因為聯合國武昌常任理事國 中華民國就是創任 創任理事國之一嘛 而且當年中華民國 它並不是 就是說是這個國體就不存在了 它只是被中共篡政 然後中華民國 它遷都遷居台灣 它對中國大陸 可以講中國大陸叫淪陷區 也就是美國可以幫助中華民國 還渡中國大陸 然後在中國呢 實行像台灣現在一樣的民主體制 人民呢也是自由選舉 同時呢 也是所有的政黨的和平民主的競爭 那麼最終 中國它一定是走跟台灣現成的體制 這就是為什麼強調台灣是 自由民主主義一盞燈塔 這盞燈塔能照亮台灣2300萬人民 也就能照亮中國大陸14萬人民 這是指中華民國還渡台灣 中華民國還渡南京 還渡中國大陸 但是這種可能性呢 因為70年的歷史變遷 它有一個台灣民眾是否認可 中國大陸民眾是否認可 因為畢竟隔了70年 因為我們可以講 就是中華民國當年遷都台灣的時候 都應該是我們在座的這些人的爺爺 甚至是爺爺的爺爺的那個那個備份的人 所做的事了 所以說子孫們已經很就是很淡漠了 他們已經不能夠接受 就是說為什麼現在是中華民國 來統治整個整個國家 所以說那可以啊 中華民國如果大家不接受 那至少台灣現成的民主制度 沒有人反對吧 也就是完全可以複製 台灣現在的民主制度 到達中國大陸 因此就說香港的所謂一國兩制 台灣的所謂中共強調的什麼九二共識 這些都是屬於很荒唐的事情 當如果中國大陸實現民主體制的時候 毫無隱瞞來講 香港也是民主體制 台灣也是民主體制 中國大陸還是民主體制 那時候是統一還是獨立 還是中國它會成為幾個地區 然後最終大家不管是什麼樣 大家都是在民主制度下 如果談統一首先是在制度下統一 就是在民主制度下統一 沒有民主制度任何談統一 都是騙人 可以講中共講的一國兩制 就是欺騙人 所以說我相信美國它是絕對放心 如果將來中國共產黨被剷除以後 中國大陸實現了民主制度以後 既然既有香港這麼一個模範的樣板 也有台灣這麼一個模範的樣板 台灣走入民主化這麼二十多年來 已經越來越成熟 我可以講我多次訪問過台灣 我去年在台灣還待了幾個月 那麼在台灣期間 觀賞台灣裡面所有的台灣的民主化的這種程度 我覺得台灣現在已經越來越成熟了 台灣的實踐就證明了 中國人搞民主是最最適合的 甚至比白人比西方人搞民主都要更優秀 所以說今天民主的台灣 它已經給中國大陸建立一個非常好的樣板 未來的中國大陸哪一天如果能跟台灣一樣 就是我們中國 中華民族全體而民的萬幸 是 謝謝建民老師 在後面這一段 我想也給我們所有在追求自由民主的華人 我覺得很好的一些思考了 的確在台灣內部 即便雖然剛剛提到的 我們所謂的天然獨 天然台 他們不一定是真的叫仇中 反共 但某種程度他們覺得 在台灣已經兩代 三代 即便是這個父子輩 爺爺的部分 是從我們所謂的中國大陸過來 但他們認為就土地認同 就這麼簡單 對於中國特別是有野心 然後飛彈對著我們是不能諒解的 但有一天當中國自由民主化了 他們也是跟我們在做的是同樣的 這些自由民主相對應的 民主價值的一些制度的時候 我記得我有問過一些這些所謂天然台的 一些年輕人 他們的確聳聳肩說 當然就像看待中國 也就像看待美國 看待日本 看到其他民主國家一樣 他覺得當然這些都可以來合作 都可以來洽談 所以我想所有的部分 當然都建構在一個普世 最簡單的這些自由民主的架子 我們當然也期待 中國自由民主化的那一天早點帶來 當然再次感謝我們建民老師 提供我們這麼精闢的一些分析 我們希望下次再有機會 邀請老師來幫我們做更多的 一些時事的分析 再次感謝老師 謝謝 謝謝主持人 謝謝台灣朋友 也謝謝大家的收看 我們希望大家持續來訂閱我們 政經最前線 讓我們所有有關中國的議題的部分 可以徹底來討論 如果您有推薦的一些專家學者 你們覺得可以來跟我們來做一些 更好的一些分析 或者您覺得有些題目 希望來做一些探討 也歡迎隨時都留言給我們 我們一定把這些資訊做最好的一些呈現 可以讓大家可以充分瞭解 當然我想回來收看我們的節目 大家的想像價值都一樣 真的 我們就像天橋下的說書者 要不斷不斷不斷地說 我相信總有一天 我們期待的那一天會到來 再次感謝大家的收看